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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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今天我穿上这一份 我还真有一种感觉 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 我此时此刻 心里的感受就是 太热了 行了吗 满意了吧你 满意了吗 可以了 哇 我人生都充满了很多的无奈痛苦心酸 我这个小人物 特别有感慨啊 我就回忆起我上学的时光啊 那段时间我特别淘气 整天跟人家打架 后来呢 我们班里边就转来了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是我们班里最漂亮的 因为我们班就一个女生嘛 她来了之后 当时呢 青春期嘛 我想每一个有青春期的人 都会有这段回忆 就那个时候 尤其是资源非常匮乏的时候 你心里边 找女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 也不攀也不比 是个女的就可以 当时啊 我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了 然后我就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又是送花 又是送这个棒棒糖的 后来她被我的诚意打动了 跟我说 海洋 如果你能考上清华 我就答应和你在一起 我还要给你生个孩子 当时我就乐了 哎呀 我要能考上清华 我还追你呀 最近呢 这个天特别的热 我觉得因为这个天热 人往往什么会不好 脾气 脾气非常的暴躁 对吧 我今天来录像的路上 我就看见一个男的 在那大街上干什么 打一个女人呢 我生平最接受不了的 就是男人打女人 你说这种事 轮到我身上 我能不管吗 我看那男的也没我绑 我就过去了 是 干什么呀 你请到个大老爷们 你打一个孕妇 当时我就列个价 不行过来来 打蛋条 这时候那男的刚想解释 跟我掰着 是吧 那女的从地上 巴 站起来了 啪 给我个大嘴巴子 你才孕妇呢 难道对于女人来说 胖真的那么敏感吗 还有一些人 可能也是因为天热 就是那开车的司机 北京啊 沈阳这路都堵啊 所以有的时候 经常开车就是 咋 睁不睁眼睛 就是专家说呢 这种病叫路怒症 对吧 你们有没有路怒症了 没有 骗子 但是呢 一般是不是今天来的男士 都没车是吧 前两天 北京多少度 40度了 对吧 然后我就看到啊 马路上有一老大爷 然后在那儿过马路 可能是天也太热了 然后这时候就过了 一个面包车 把他给刮倒了 当时我心 一马一机一令啊 我一看老大爷 自己站起来了 我心 因为当时我在想服 还是不服呢 自己站起来了 然后拍拍身上的灰山 争作匹配的精神 哎呀 我心里应该没什么事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面包车司机 车窗摇下来了 冲大爷就在那儿喊 这不想活了啊 哎呀 当时我 我腾一下 我这火就上来了 那老大爷呢 就愣了 特别无助啊 这老年人嘛 是不是啊 然后就 看了看旁边的我 意思就是 你可看见了 是他刮的我呀 当时我一看个 面包车司机那熊样呢 我就对大爷使个眼色 那那大爷 啊 哎呀 我腿 躺平了 小样的 哎呀 当时 面包车司机的脸 绿了 这脸冷汗啊 没招没落的 但是没过一分钟啊 那大爷 你却又起来了 我说大爷 你不行啊 你 大爷说 小伙子不行啊 烫定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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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como 呀 반� Success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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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此人一身横肉撒泡打拐 难道他就是最近新闻中频繁出现的碰瓷君 看此人身材瘦小 目光呆滞 必是一展小如鼠之 看来今天我能大转 一千 两千 一万 两万 不会让我负责他的后半生吧 我是该扶腿 还是该扶腰 撞腿两千 撞腰两万 管他呢 还是扶腰吧 苍天啊 他是要敲账我吗 看来只能是出我的杀手锏了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Bye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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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笑归玩笑 我跟大家说 作为年轻人 咱们必须要尊重老人 孝顺他们 尊重他们 咱做人就得仁义啊 对吧 仁义 理智信 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咱得遵循这些 我跟你们讲 做我们节目其实特别的辛苦啊 非常的累 但是呢 领导和观众 对我很认可 我就特别的欣慰 其实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很辛苦 你比如说这是我的partner 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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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他特别有能力 并不说弹琴水平有多好 他老婆是我们节目组领导 比他大八岁呢 特别用心嘛 小领导 特别有钱 然后那个 今天中午的时候 我们中午彩排完了都吃盒饭嘛 就在一楼内停车场 我在那儿蹲那儿吃盒饭 行的那个宅男饭 男人吃 这时候他媳妇啊 开一辆马萨拉蒂 就过来了 哎哟 我跟你们说 有好车的人都知道 开车没意思 就希望别人看见自己 关车门那个身体 对吧 被我看见了 太漂亮了 那个车啊 哎哟 我就特别羡慕啊 我就直口勾的 我就看着他 就过来了 他可能发现我这个眼神了 对不对 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海洋啊 我说哎 领导 别羡慕啊 姐跟你说 好好做节目 只要你把收拾率 做上来了 姐向你保证 明年 看见马萨拉蒂没有 我说看见了 姐就能换一个 更好的车 前两天他住院了 我想这就是好人好报吧 哎呀 这周二 大大媳妇病了吗 她做手术 把我难过的 打小报告 然后达达又特别紧张嘛 然后我们都得去啊 对不对 你都当手下的 他还活着 你就得表示 要不然 谁去了他记不住 但是谁没去 他都可能记住啊 上班的这可都是 对领导的态度 我就是哥教你啊 然后我就在手术门口啊 就是达达非常的着急 然后我们是那个 假装着急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让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 医生出来了 摘口罩 当时打打就傻了 太后啊 我媳妇咋样了 医生一脸严肃啊 我们尽力了 我们五个男护士 花了一个小时 还没把他 抬到手术台上 我摸重心灵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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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达达是怎么 什么眼光呢 弹琴的都说 他是艺术家 音乐家 跟我们正常人审美 确实是不大一样 他的审美比较辽阔 好男人呢 还有一个事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广场舞 一到夏天 哎呦天呐 我们家小区里边 这个广场舞里边 我原来仅仅是一个 全民健身运动的 后来我发现 这里边有门道啊 分帮分派啊 我后来想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猜 后来我想 可能当年看 古惑仔的人都变老了 不对啊 啊 然后那里边啊 你说 老奶奶们 没事玩心技呢 我就路过旁边 我就听 两个人在这聊天 哎 咱们那个05 那个位置很重要啊 谁在这05啊 大家都 给他买矿泉水 狐狸成啥的 啊 这样是吧 咱们呢 咱们呢 把那个人给换了呗 它不得人缘 咱应该考虑换人 然后那几个人 老奶奶也在那 深入态讨 怎么样不着痕迹的 把他这个位置 给挤到边缘 再替换上自己人呢 又如何做到 以达到自然不露痕迹 一面撕破脸面呢 哎 这还可以 正在我等着 因为我时间有限嘛 所以也就听了 两个多小时吧 因为时间有限嘛 啊 就两个小时 听完咱就走 因为时间太忙了 啊 这边我听着呢 还没咋地呢 那边 两拨广场舞的 干起来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仔细一听啊 啊 因为我这人 不是八卦的人嘛 就那些 不得不听的事 我总是听得 非常用心嘛 就是因为 这边呢 坚持用爱情买卖挑 那边要坚持用 最学民族风 俩老奶奶干起来了 其中一个 吵着吵着 爬着站起来了 不要吵了 接下来 我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 美人的窗声就像花整台 什么样的节奏 是最压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 才是最财外 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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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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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就像是一个战场 它不可能一帆风顺 有很多无奈和困难 需要我们去解决 在某些关键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点心计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 人与人之间 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首先呢 我就有个发现 我发现现在的这些编剧们和导演们 就在电视营评上 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啊 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 你看现在啊 他们为了收视率 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攻斗戏 和那些什么穿越戏 那编剧们啊 扎堆对清朝那段历史 是非常感兴趣啊 一开电视机 七八个雍正 五六个乾隆 一群妃子 这边 在这忙着微服四访呢 那边 后宫战乱 都是这些玩意儿 是吧 我先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宫斗戏的这个特点啊 清宫戏 我们都知道这韩剧呢 有三宝 是癌症车祸治不好 咱们这清朝的戏呀 也有这三宝 嘿 什么三宝呢 那就是 这个 宫斗穿越 皇上好 那天呢 有一个外国朋友 就来我家里边玩 然后我就在家里边看电视嘛 再调游戏 换一个台 甄嬛 再换一个 甄嬛 他换了半天就不明 就问我 哎呀 你们家电视机坏得很严重 另外这些 宫斗戏啊 他们是波及范围特别广 持续时间特别长 杀伤力特别大呀 哎 就比如说我家 我那个 我那个妈 亲妈啊 每回电视台 只要放甄嬛 她都看 不管放了多少遍 哎呀 我就特别纳闷啊 我说妈呀 你来来回回这么看 你不烦吗 我妈这么说的 烦 今儿本宫的心情是极好的 没成想 被你坏了性质 真真是多亏了本宫仁慈 否则 赐你一丈红 让你长长记性 我说妈 你能好好说话不 别烦我 哪块两块 上哪摘去 我应该是亲生的 看完了这些电视剧 没事我就在家里琢磨 就按他们这个套路 我都能当编剧 白眼 写电视剧本 不难 我就从这个古装戏下手 我怎么 我就 我可以抄一个包青天的开头 《红楼梦》的中间 《西游记》的结尾 就合成了一部新戏 《青楼记》 你们别还有叫好的 我说的不是那个青楼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 一个叫包黑探的侦探 到大官员侦查杀人案 在破案的过程当中 竟和几个丫鬟发生了感情纠葛 后来被迫出家 录于三个小伙伴 一体西天拜佛 求精的故事 我昨天看电视 就换台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个桥段 之后我就怎么想怎么别扭啊 电视剧桥段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年迈的太监 在这个大殿上 悲痛欲绝的就说了 皇上驾崩 众大臣接旨 然后呢 大殿之上 群臣是扑通扑通 跪倒在地啊 悲痛欲绝的说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编剧 你能不能用点心呢 那刚才那太监说 已经驾崩死了 你这么说多讽刺 你看清宫戏里边 那皇上一说自己 这样饿了 那御膳房送来的都是什么 一碗红枣莲子羹 要不就是银耳莲子羹 要不就是杏仁粥 我就想 这不合逻辑啊 皇上啊 一大老爷们天天喝稀的呀 能喝饱吗 我感觉皇上本来面 不应该是这样的 站饿了 给朕来个烧鸡 两个烤串 五个大腰子 还有一个忘青小腰 或者给朕来俩大猪蹄子 再加一个蛋炒饭 多加大葱 不要大蒜 啥肉吃我吃饶 昨天那个明星又跟丢了吧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工作的时候 神经一定要紧张起来 紧张起来 动作也得麻烈点 你看他们往哪走 你就抓紧跟过去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而且脸皮得够厚啊 你管他是去工作 还是去约会 你管他是去吃饭 还是上厕所 你都给我跟住了 不要觉得很多人瞧不起你 我要跟你说 走自己的路 让他们去看海洋吧 我相信你 加油 加油 咱们说这个电视剧之外 咱们再说说中间插播那个广告 或者是剧和剧之间那个广告 那个一个女的 一脸的贤其范 一个女演员 在这非常深情地说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最重要的是关注家人的健康 再忙 也要用心准备早餐 拿个托盘 端出一堆八宝粥 还是罐装的 你说这是得多用心呢 是不是 应该与时俱进了 还有那个电视上 天天播那个 不是你的什么 还不错 不过那么长时间都看腻了 对不对 你最起码你拨着拨着 你有点创新 对不对 依我看呢 你就把它 这么去给它改一下 那个女的给它改一下 那个女的给它改一下 海洋哥哥 你说 你一定告诉我 是你的什么 你讲啊 是你的什么啊 什么味儿啊 这么辣眼睛 讨厌了啦 快点告诉人家 人家是你的什么啦 你是我的盲场 随时都可以接下去 讨厌了啦 专业点 专业点啊 再来一遍啊 音乐起 亚洋哥哥 告诉人家 我是你的什么 你是我天边 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 把你留下来 你是我天边 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 把你留下来 你最悠悠的唱着 最选的灵珠风 哪来是最美的云彩 你是我心中 最美的云彩 这么能就 让你留下来 不能这么省钱呢 有些东西不能省 你专业点 你节目收视率 你这么 不又高了吗 这个电视剧呢 对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影响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你比如说那段时间 流行什么 穿越对吧 我就问问你们 真的 如果有一个机会 让你们去穿越 你们愿意去哪个朝代 去那做什么 你到那跟那帮女人 讲一个男人 你累不累啊你 我要怎么样 才能成为孙丽呢 我就是那顶上的小姐妹 我俩一天就能挣五十 要想藏四方钱 我跟你说 就以上四种 如果有一个机会 让你们去穿越 你们愿意去哪个朝代 去那做什么 我想回到清朝 我想去找八哥 找八哥啊 对 你是小动物保护协会的 八贤王 找他咋呀 喜欢他 还有没有更有创意的 还有没有更有创意的 那个我想穿越到清朝 去找四爷 咋地 哎呀我天 我得批评批评你们 这帮小年轻人了 你说你们 一夫一妻之 你不待着 你到那跟那帮女人 想一个男人 你累不累啊你 再说了 你说对你们来说 你到那 有淘宝吗 有WiFi吗 你吃个好东西 朋友圈都晒不了 吃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 而且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虽然高科技没有 我跟你说 那帮人有的就是心眼 说不定在后宫 三天就把你给弄死了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你说我的男人不太多 还有没有 还有哪位 想穿越 我想穿越到唐朝 也是 因为那会是以肥为美嘛 所以我想看一下 杨贵妃到底有多美 这个你还用 我帮你找一个就行了 你看都把目光躲避我 我想穿越到唐朝 你是想变成杨贵妃吗 是的 你暗恋她 中间那位女士 你是这位男性的女朋友吗 是的 那你就对她这种 肆意妄为的行为 你就不想做出点什么 回敬她们吗 她一定是你的闺蜜 我告诉你 你注意她了 她旁边的女朋友 是活在现在 你是她的未来 是吗 兄弟 佩服 我觉得你们这种答案呢 不切实际 哎呀 你要去真穿越过 几天就跟你们憋得要死啊 还出去旅游呢 全都是马车累死你 不现实 你比如说我 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 如果是我穿业的话 咱不枉多穿 就穿到两千年就行 我先把我那个股票给卖了 我再在北京买两套房 哥 我还心辛苦苦 我在北京 工作啊 我天天我就玩 我想吃啥我吃啥 电梯之间入户 我互相对我坐在庭 什么宽带光来 卫星能接我都可以接上 海哥 有楼梯花圆 楼梯有游池 控制 大姨已经控制 没有面子 控制 海哥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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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 情绪 控制 啊 录像了 大家看出来了 我是一个内心特别平和的人哈 哈哈 太阳 就 了 不 先生 咱这个房子的情况 你也基本看到了哈 啊 就咱们这个墙我跟你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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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 哎呀 多钱一套啊 一千二 这么便宜啊 给我来三套 你买三套啊 啊 三套 真的 啊 这是现金 哎呀 来看一看吧 来看看 来 人民币 啊 人民币 开什么玩笑 这是人民币啊 人民币四个头像的 你别骗我了 哎 现在是哪年呢 一九九七年 过懵了 九七年 第四套人民币 忘了这事了 穿越太早急了 整这事 哈哈 咱们接着说啊 振嬛传火了之后 啊 就让咱们美丽的女演员 孙丽 再次火了起来 大家也知道 我 看我别看那来 看我 来 我是一个 电视上的新人 谁没有小心思 对不对 很多明星访谈说 啊 有没有明对我 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是骗人 谁不想火呀 我也想火 谁不想红啊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哎呀 孙丽一下就这么火了 又给我 树立了一个希望啊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按耐不住了 我就给甄嬛那个导演 郑小龙写了封信 我说 亲爱的 郑小龙导演 您好 我十分欣赏您的作品 甄嬛传 我是一个外表出众 内心丰富 才花横溢的年轻的男孩 我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孙丽呢 然后信就寄出去了 没过多长时间 郑小龙 真是大导演 给我回信了 啊 我激动的打开信 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海洋 你好 很抱歉 我无法回答你 关于变性方面的问题 你说大家为什么这么爱看宫斗戏呢 最大的看点就是勾心斗角 这后宫就是一个有着各种复杂关系的人际网络呀 在这里边是充斥着各种耳鱼我诈 争风吃醋 相互算计 这正是人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每天都会碰到的事啊 你比如说现在职场吧 现在有些书就是教现代人怎么和人斗争的 办公室甄嬛传 公司高层步步惊心 职场工薪剂等等等等 我是深受这些书的残害呀 我觉得我自己工作认真 但是薪水一直没涨 因为书上说这种情况要拿出态度来 找领导谈判 不要让领导觉得你是个软柿子 我就鼓足勇气走进了领导办公室 打算谈谈加薪的问题 我进去三小时 我跟他谈加薪 他跟我谈理想 有些领导就是这样 他总是给你画一个大大的饼 后来我才发现 我就是那饼上的小姐妹 所以我非常生气啊 怎么能这样呢 想加点薪过分吗 那天我就咔一脚门踹进去了 我说领导 我要加薪 我要当主任 我能力比你强 我才华被你淹没了 我今天不想干了 我就想代替你当主任 那主任怎么回答你呢 然后 主任不在办公室 要不我赶吗 开玩笑 谈啥呀 有用吗 我们都知道 员工 咱们对付老板的办法呀 装傻 装病 装乖 人老板对付员工的办法 一个杀手锏就够了 装琼 公司业绩又下了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太懒惨 我跟你说 接下来必须严格执行 我制定的制度 开咱去 董事长 你月多少钱 我还让手急了 上班的时间 董事长 怎么的 你给我闭嘴 一月多少钱你 两千五 两千五 上班就在这班上 给你 三千块钱 你给我滚的 好 谢谢刘长 什么玩意儿啊 我跟你们说啊 看见没有 公司这种害群芝麻 一个都不能留 你们都给我注意点 听见没有 哪个部门呢 刚才是 你说没事 怕得罪人的你 他是送外卖的 干什么呀 送外卖的呀 哎呦 你给我 稍后继续为民 海洋俱乐部 海洋俱乐部 我们领导 就经常跟我们说 做人呐 要勤奋 雨天斗 其乐无穷 雨地斗 其乐无穷 雨蓝 斗其乐无穷 我就觉得没意思 跟领导斗 太其乐无穷 你比如说吧 你比如说 就是打打的媳妇 给我没有规定 规定什么呢 说那个上班 要打卡口琴 上班不打卡 必须罚50 完了呢 鼓励打小报告 一次讲100 我跟我助理小黑 我天天迟到 让他举报我 我俩一天就能挣50 哎呀 人家别的单位 我跟你们讲 都过节都发什么 大米啊 豆油啊 过节费啊 你知道我们领导 对我们是真好啊 逢年过节 一个人都不落 每人发 一风一脉啊 我再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说有这么两个人 他们经常同时出现 其中一位呢 势力高强 火眼晶晶 你在千里之外 做任何事情 任何坏事 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另外一位呢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人非常有名 耳力惊人 耳听八方 不管你多么小声的 悄悄话 都逃不出他们的耳朵 这个人是谁 两个人 诸葛亮 司马懿 千里眼 顺分耳 错 这两位就是 你老婆和你老丈母娘 现在很多家庭 采取的都是 丈母娘领导下的 太太负责制 没错 爱情和婚姻当中 也有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啊 有人说呢 找对象 就是找你 人生战场当中的 一个对手 我觉得这话 说的一点都没错 很多男人呢 就在挑选对手的时候呢 非常头疼 你说 找个漂亮的 不会下厨房 能下厨房的 不温柔 温柔的 没主见 有主见的 没有女人味 有女人的 乱花钱 不乱花钱的 不时尚 时尚的不放心 放心的 没法看 那天 我跟你们讲 那天在我们家楼下 那小卖部 我就看一个四十岁 一个大哥 开着一个大奔 停那了 那哥们呢 抱着一个存钱罐 长岁了 数钢帮 一共数了二十个 买包烟 当时我就非常奇怪呀 咋不事呢 他就看我 瞧不起我是吧 他跟我说 看着要看呢 兄弟 谁别笑谁 你到我这岁数 你就知道 啥叫私房钱了 私房钱 是很多男人 非常头疼的一个事 当然了 藏私房钱这事 打打就没有这困扰嘛 因为他媳妇 一米五三 长了四百来斤 你就钱扔地板上 他都够不着 今天看我们节目的 婚后的男士们 你们来着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 分享一个独家秘籍 就是 教你怎么样 存私房钱 私房钱的存储办法 首先 第一 家里的地 一定要你勤打扫 尤其是床下 墙角 等比较隐蔽的地方 常常会有几枚硬币 伴着清碎的 当啦啦的响声 出现在你的面前 运气好的话 会出现五元十元 以及以上面额的机会 也是有的要牵 第二 平日里 腿脚要勤快些 但凡老婆让你买东西 时间允许的话 一定要货比三家 比如说买青菜 只要多跑几个菜市场 你就可以以最低的价格买入 以最高的价格上报 中间的差价 你不就到手了吗 第三 一定要经常收拾家里的垃圾 将家中的纸箱 铁丝塑料袋 酒瓶 报纸 胶鞋收起来 碰上卖废品的 再加上一定的讨价还价 通常的收获 还是比较可观的钱 另外注意 请注意 卖钱 应该对瓶盖 小食品袋 一拉罐 拉缓仔细检查 万一中上奖了 那收获更大 第四 最重要的就是 当属这个单位发奖金了 工资卡上交 那是咱控制不了的 但哪个单位 不都会有不入工资卡 而是直接发到手里的钱吗 不要 太 太骄傲 为什么呢 你要掌握好度 如果一点都不上交吧 一旦东方事发 后果不堪设想 要想藏私方钱 我跟你说 就以上四种 谢谢 所以这种种人和人之间的斗争 它不算在这个成年人世界 在小孩子的世界当中也有 我那个小外甥 也迷恋功斗戏 他的偶像 跟我们节目组 那个大鹏 刚才演太监 那个一样 韦小宝 他爸和他妈在国外吗 这个月就我带他 上周三的时候 老师就给我打电话 这个海洋啊 你家孩子轻工具看多了吧 我说 啊 是是是 我这个小外甥啊 随他救救我 喜欢钻研历史 是 对 咋的 小生 他说 没有 少看点吧 今天我点名 说小宝的时候 然后叫他名嘛 他说 奴才在 随可见 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啊 是多么强啊 大人之间 你争我多 尔虞我诈的 孩子们也就跟着学会了 有一天 我那小外甥就跑到我面前说 老舅 我 我 我当上我们 我们班生活委员了呀 听完我就很吃惊 我说 把鼻涕擦一擦 我说 行啊 我说 生活委员相当于我们办公室主任的 职位不小啊 我说 你快点叫老舅 你是咋当上的 老舅 我跟你 我跟你说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我说 那你在巴黎人员不错呀 都选你了 还行吧 为了当生活委员 我给了每个同学一块钱 他们就都选我了 后来呢 他们班主任进行反腐 他被双规了 现在社会竞争非常的激烈啊 什么都得拼对吧 什么拼房 拼车 拼工作 那先不说别的 就单看 现在很多小学门口放学的时候 停在门口那一排排豪车 这有讲究啊 你要开一锅忍车 都不好意思停校门口 因为啊 爹们 嗤嗤不倦的笔啊 才有了快速成长的 坑爹的下一代啊 有一天呢 我这外甥啊 从幼儿园回来 拿着他爸的相片 嘎嘎就给撕了 撕其碎啊 撕完之后呢 又一张张往起拼 我说你干啥呢 外甥啊 啊老舅 我在拼你 有些人面对生活里的一些 小沟小坎啊 非常紧张 生怕没做好 但是有些人面对这些呢 就很坦然 他们很乐观的生活 达达就是这么一个人 之前呢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啊 我就问他 我说你哪人呢 东北的 我说呀 我也东北的 咱俩老乡啊 来北京多久了 啊 来北京四五年了 我说我也来北京四五年了 我说你在北京有房吗 有啊 当时我一听啊 哥们混得不错 在北京都有房 了不对啊 我说那你在几环呢 哥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你比如说北京地图 把它比作靶子的话 我家就在那红点之上 我心想请你 我红点之上 十环吗 稍后继续为播放的是 海洋俱乐部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不容易 有的时候呢 充满了艰辛和困苦 哎 每天 买菜还要讨价还价 上班呢 还要在地铁上挤来挤去的 公交上 你争我抢 在单位 要和同事 领导 斗智斗勇 回到家 老婆老妈 老丈母娘 谁也不好惹 买车要摇号 买房要排队 生个孩子还得算好时间 我们总在与困难斗志动勇 但是 咱们暂不论对与错 好与坏 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健康地 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努力的生活 都是最值得赞扬的 给自己一些掌声 工资和奖金 都是浮云 开心快乐才是王道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海洋个人的公众微信二维码 海洋大海的海洋光美洋 我们下期再见